Hello,欢迎回到我们反驳基督徒的视频心理 今天讨论一个比较哲学的问题 就是因果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 原视频呢,是这个亚召做的 连接在这儿,可能是这儿 我不知道YouTube那个左边和右边会因为是反着 总之,因为他那个视频比较短 我就在这儿简单的总结一下他想说的话 就不直接播放他视频了 如果我说错了,欢迎指出我的错误 这个原本的道理是这样的 一切事物都有因果,所以宇宙有一个因 所以宇宙是神创造出来的 这个想法我记得已经挺有年头了 然后亚召的视频呢,在回应一个反驳他的观点 反驳是什么呢,如果一切事物都有因 那为什么神没有因 他说如果神有一个因,这是有一个会自相矛盾 因为这个会一直连锁下去 但是一直连锁下去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能所有的东西都有因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最初的没有因的神 然后当然中间经过了多少个神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回到我们标题 必须存在一个最初没有因却有果的东西 这个我非常同意 宇宙就是那个东西 你看其实神这个问题就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因为其实本来大家都可以接受宇宙是没有因的 对不对 所以你非要说它有因 因为你必须相信宇宙是被创造成 因为你非常想相信基督教 但是现在你又反过来说 OK我错了,可以有一个没有因的东西 因为我又必须相信一个没有因的神 那如果你一开始不假设宇宙是被创造的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反驳就是这样 下周见,拜拜 OK,你还在这 那既然你有时间我们就说点闲话 这个其实初中哲学家没有人太在乎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名字的 叫Column Cosmological Argument 其实在基督教之前就有 我最初是亚里士多德 我记得是 然后经由穆斯文学者叫Al Ghazali 所以有这么一个有点 伊斯兰这个阿拉伯语风味的这个叫Column这个名字 然后最后被天主教一个宣传家叫Thomas Aquinas给采用 然后就一直传到现在 中文名字好像叫Thomas Aquinas 然后这些都忘了历史 最近几年是因为有个英国还是美国 有一个护教学家叫William Lane Craig 然后他把这个给父皇了 就稍微赶了一下里面的东西然后就给父皇了 然后所以很不幸的是我们还要再忍一阵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和你说这番话 我觉得100%可以说 这不是他信基督教的原因 所以与其和他讨论这个哲学问题 不如去想办法去问他 真正你相信基督教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很遗憾的说 我认识基督徒基本上不关心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如果他们关心的话 他们不就去学哲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了吗 哲学家70%以上都是无神问的 所以你看到的这些每一个证明神存在的 这个哲学的辩论都有很好的反驳 其实 但是基督徒不知道这个事 他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你看就是一般大众也基本上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他也往往不说 也有些人知道 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 对吧 不是为了传向哲学 是为了传向他们宗教 是为了让你相信 实际上你只要信 你的理由是不是好 其实无所谓 我的感觉 当然可能这就看他们具体的人是什么样 不一定都这么想的 没有必要非常把人想象成坏人 但是我想说 无论辩论 这个辩论谁赢 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因为他们有其他原因 而对往来说 就算康拉姆士有道理 他也只能证明某些神存在 和那些神有没有写圣经 想不想让你去扶送他们的命令 需不需要你给教会捐钱 而这些问题屁关系没有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人在乎的话 我建议是反问这么一个问题 你跟他这么说 你说这个东西一切 一切东西都有 有最初的因 对不对 然后你说这是一个神 他本身是没有因 当然他可以有果 我觉得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然后这样 你先展示你理解对方的想法 你不需要说 你是不是同意 你虽然你可能你心里不同意 但是你说 我理解你的想法了 你去展示 告诉 让对方明白 你不是说 在这个 松上耳朵 你去不听他说的话 你实际去听了 认真的在听他的话 这样 免得他变得不耐烦 然后你可以去问他说 我说的这个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会告诉你 OK 是 当然如果他说不是的话 可能你确实就是没听懂 那你还要去 再去 对吧 想办法去理解他的话 然后你再反问说 那你怎么认识到 这个最初的 最初的音是基督教的神呢 这个时候你再提你的反问 这样你可以把话更转移到 为什么他觉得 基督教才是那个正确的宗教上 而不是讨论有神没有神 因为哲学上的这个神的概念 你说是不是 其实对不对 有没有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不对 还是就说 神想要你去教会捐钱吗 神在乎你是不是同性恋吗 对吧 其实你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在这 与其去讨论 OK 有没有一个抽象的 神的存在 其实不是一个很有意思 然后所以就说 你把话筒转移到基督教上 然后你说 因为其实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 宗教最大软位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办法 互相达成共识 基督教本身就是最好证明 你看每次改革 比如说马丁路德 什么的 然后还有加尔文 然后什么的 对不对 每次宗教改革都分出一批教会 然后还有摩门 运动 业化建设人 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台湾的影响大不大 但是 他们也有自己的分支 比如说摩门教 一开始约瑟苏史密斯死亡之后 然后就反正现在还有一堆 我想说就是这些 亚超呢 还发 我看他还发过不少其他视频 我最近不是学习啊 还有其他什么事情 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这个事情 中文的视频也很久没用 但是我们下周我们继续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很有帮助的话 分享点赞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什么感想 或者像我犯什么错误 欢迎直说 然后留个评论什么的 就这样 拜拜